他剛開始當然就是 一定是因為性而結合 可是你過了一年兩年以後 所以我在吃蘋果 我都從華盛頓蘋果 一直吃到富士 郑大哥 都不為你 不是 郑大哥沒有點 對 你跟他講一個點 因為你從華盛頓吃到富士 你就要吃很多種蘋果 不是 郑大哥 可是我跟女朋友 或是太太 我總不能換很多個吧 所以有些是為什麼 頻繁地換女朋友或男朋友 就是因為他都是新鮮 一定是有個保鮮期 大概半年一年 可是你夫妻不可能說 我今天華盛頓吃一吃 我說我要換富士蘋果 所以最終還是要回到心靈城市 我跟你講 你對洪宜沒有我對他的瞭解 是 洪宜講他吃華盛頓 到日本的蘋果 都是講假的 他只能吃台灣本土的 所以他有那種要 希望能夠補償的心靈